中國道一定會造的出來 就是核動力航母了 美國開始說 美聯社說 根據衛星圖片 發現北京正在積極 在研發核反應爐 就是要造核動力航母了 那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老師 他就說 中國道路就會跡身 一流海軍強國的行列 找到為什麼證據是什麼呢 就說的是這一個 也就是他們用的是說 發現了四川省 樂山市的山地 有一個建用反應爐 原型的基地 代號叫做隆威 但是呢 他們就提到說 這就是一個 罪證確鑿的證據 不過中國大陸這邊當然有說 說這邊我們在做呢 核能的一些相關的東西 那不管怎麼樣 中國大陸一定會造的出來 但是美國現在就說 這個就是核航母 其實我覺得 中國造出核航母 是技術上面應該都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剛剛不想看到 核子航空母艦 核動力的潛艦 或者是現在已經有 核動力的這種吉祥船 都已經做出來 所以它做核 然後它本身已經做出來 福建號航母 山東號航母都做出來 所以將這兩種技術 集合在一起 是一定可以做出來 但是未來來講的話 它一定會做 但是我個人可以推測 現在003是福建號 004應該還是常規動力 為什麼 因為一艘航母來講的話 這個成本你要考慮在裡面 我同樣一艘航母 同一款我照料 姊妹舰對不對 對我運用上面來講 彼此相互資源或人員的調配來講 都更有運用彈性 但是這個004之後 005、006應該就是核動力的 為什麼呢 第一個我覺得 剛剛我講的技術上面 它絕對沒問題 不管是核子動力 或者是整個造船的技術來講 這兩者都沒有問題 第二個來講 有沒有需要 我覺得解放軍來講 如果說到它結合它一帶一路的 這個全球大戰略構想 它當然要向印度洋去發展 甚至於說是未來要向太平洋發展 我們看到現在來講 最近有一個最新的消息 就是這次來講的話 習近平到密魯去訪問 但密魯有一個前海港 剛好跟中國隔了一個太平洋 在太平洋的彼岸就是密魯 密魯就是這個前海港 前海港到時候 南美洲的所有物資 可能都會從前海港運到中國來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中國要不要對這些貨運的船 實施保護 那當然要 那要的話 那就很簡單一個道理 就是一定要有航空母艦 才可以保護 因為如果說中途遇到 海盜打劫來講 或者是說被別人結識來講的話 所以為了保持它航運 它不是要去侵略別人 而是要保證自己的航運的安全 我覺得就必須要有 航空母艦這種武器 航母戰鬥群 才能夠確保它到 中南美洲航運的一個安全 對的確是如此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中國大陸在造舰這一塊 是穩扎穩打 那剛剛老師說 003可能是這個 我們知道是福建艦 004可能是姐妹艦 但是如果是你 這是用舰數來講是如此 但是如果用型號來講的話 可能003還是傳統 就是傳統常規 004也許就會004型的航母 可能也許就會是核動力航母 就不同的一個說法 但我想問一下老師怎麼看 因為中國大陸造東西能力 是越來越強 尤其是國產大飛機 我們一起看看 C919跟C909 同框飛行展示 我搭過C919 非常棒 也期待它能怎麼樣 可以飛到其他國家去 東南亞 南美洲 甚至歐洲都可以 國內都可以使用 更別說未來是C929 C919跟C909 亮相在這一次的珠海航展 909就是之前 大家都知道ARJ21 改名叫909 然後兩個呢 一起來進行相關的稅費 等一下畫面 你就可以看到 非常的精彩 但說到C919呢 它是2017年5月 成功進行相關的試驗等等 然後呢 再來怎麼樣呢 12月的時候 2022年 首價交付了 然後呢 在去年5月的時候呢 完成了商業的首飛 所以呢 有非常多企業 也都在等著它 趕快多交幾個啦 因為這樣呢 大家都能搭得到 原來C919 大家一直比較 就是說它首飛之後 都沒有問題了 在中國也拿到四航證 但是它產量好像一直受到限制 那主要原因是什麼 是引擎的問題 因為它跟空八跟波音 它們是同一個引擎 那美國來講的話 就在這邊使小辮子嘛 就是我引擎來講的話 故意產量不足 讓你沒辦法掛到引擎 那現在來講的話 我覺得整個C919 這則新聞來講 重點是亮點在什麼 是AEF12洞洞 這個發動機是 中國自己做的發動機 中國心臟啦 那就解決這個產能的問題了 當這個發動機 自己可以生產來講的話 那後續來講的話 我要照多少就照多少 不會被你這個歐美國家 這些航空公司來卡脖子 所以我覺得關鍵 是在這個引擎部分 可是我這邊特別要講一下 現在不是美國或者是說 這個空八空客來卡中國脖子 現在變成中國去卡他們脖子 你知道這飛機 引擎 這裡面我們大家想想看 那個葉片是誰做的 那個轉的葉片 是中國做的 為什麼是中國做 美國做的做不出來 他們不是做不出來 他們不一樣的做 你不要看這麼高科技的東西 你知道嗎 它必須要人工來做 它這個葉片來講 第一個它耐高溫 你旋轉速度 那麼快的狀況是這樣 不能出錯 這個空壓引擎 渦輪增壓引擎 它溫度很高 第一個來講的話 這個高科技的材質 第二個來講 你做出來以後 它必須要很光滑很細緻 那這個還是要 最後還是要人工去打拋 打光打拋 那這個動作來講 那個葉片 那裡面的葉片是中國做的 那現在變成說 中國卡你這個空巴或空殼的脖子 如果說是在 所以我覺得全球應該來講 應該是全球化 這個美國你有科技 然後我做這個東西 大家結合在一起 為全體人類才能夠共同發展 那你在科技方面 你經常動不動卡中國脖子 中國現在如果在這方面 葉片來講卡你脖子 所以我們最近聽到一個訊息 包括美國的戰鬥機 F35 或者是空殼 波音 或者是空巴 他們產能都出問題 為什麼出問題呢 就這個葉片嘛 那現在來講中國自己可以做葉片 我有這個能力做出來 其實C919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講說是 我不曉得這個引擎 是不是就是長江以前 那時候說是掛在運20上面 來試航看看 你知道這種飛機引擎 科技的引擎 跟軍用飛機 最大的不同在哪裡 第一個我推力要夠 就因為我們做飛機來講的話 我從 譬如說我從上 北京做到廣州來講 我如果說是 兩個小時能夠飛到 那當然我兩個小時比較輕鬆 如果三個小時飛到我就很累 那當然飛機推力要大 第二個來講我要省油 我公司才會賺錢嘛 我把油都花在油上面來講的話 成本都花在油上面 我就賺不到錢 所以又要省油 又要這個推力要大 飛行速度要快 所以是非常要 既要馬而好 又要馬而不吃草 對 所以中國大陸 這個跟你合作呢 研發飛機 這個引擎用你 美國或者是歐洲是給你呢 能不能怎樣 四航證能夠讓我們好過 不過你能夠卡來半去的話 這個中國大陸自己也是有能力造引擎的 不要再以為引擎可以卡住中國大陸 另外說到呢 這個中國大陸造東西的能力呢 其實呢無人這一塊 剛剛將軍也特別提到了 這個是戰鬥的這個 狼群 機器的狼群 然後呢它亮相了 那台灣相動戰怎麼辦呢 也被說很老舊了 因為你可以看到中國大陸這個 機器的狼群呢 它現身珠海航展 它能夠做集體的作戰 重點是它有兩種不同的 一個叫做頭狼 它擔任偵察的任務 然後有一些態勢感制 傳回去等等 那誰是打手呢 這叫射手 能夠擔論精準打擊的射手 重點他們是無人機器狗嘛 所以呢 它這個機器狼 就能夠在很複雜的地形 配合人類作戰減少傷亡 所以台灣這邊 什麼巷弄作戰 真的難以奏效了 確實是這樣 我首先要說明 這個作戰絕對不是 單兵一個人就能夠完成的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譬如說是像一個 步槍5 三個人來講 有一個機槍 有一個搬用機槍兵 另外兩個是步槍兵 步槍兵掩護機槍兵 機槍兵來講 在後面用火力掩護 步槍兵 這個步槍兵帶的武器 不要輕便嘛 它可以再走在前面 那後面火力支援 掩護就是機槍 一個5就有三個人 攜帶不同的武器 那一個搬更多了 兩個步槍武 另外一個叫什麼 反裝甲破壞武 它帶的就是 我們講的就是 紅准反坦克飛彈 或者是破壞減貨這些東西 所以說作戰一定是 講求團隊的力量 每一個人所攜帶武器不同 那這個為什麼 原來叫做機器狗 現在改成叫狼 狼跟狗對它不同 我覺得有兩點意義 第一個它是作戰的 武器裝備了 狼是作戰 狗是寵物 第二個來講的話 我覺得狼群是 所謂狼群狼群 它會分工 重點是分工 你看現在頭狼 它這兩個不一樣 頭狼來講的話 它走在前面 像我們作戰來講的話 最前面那個叫尖兵 我想很多人當過兵都知道 尖兵連尖兵班 對不對 後面來講 後主力部隊 或者撤位來講的話 掩護部隊 火力支援部隊 所以它就是一個團隊 發揮整體力量 頭狼你看它帶著那個東西 我特別要強調 頭狼它突然走在前面 它那個可以偵測 可以了解 偵守到敵情以後 它將這個訊息傳給後面的射手狼 射手狼就開始射擊 其實我這邊要 這個機器狼還有一點 是我們臺灣沒辦法應付的 什麼你知道業戰 它第一個 它可以到危險的地方去 就算是你這個陣地 構築在精密 在巧妙 都在那個 我跟你講 這個機器狼 它就從你的這種射口 給你爬進去 你怎麼辦 而且它比較小 比人還小 你人來講的話 我機箱射口在那個地方 這是很危險的地方 人不敢過來這邊 但是機器狼它就 機器狼它就進去了 一個指令就過去了 它可以到危險的地方去 它不怕你 它就不會過去了 第二個來講 它可以夜間作戰 你知道它這個感想 包括紅外線 或者雷射 它可以夜間作戰 所以對我們臺灣來講 如果說要打 城鎮戰 象戰來講的話 真的是 兩個是無責 沒有辦法 應付不了 對 所以中國大陸 從無人的這個概念 已經改變了態勢的 這個戰場的態勢了 所以很多的作戰想定 可能都落伍了 現在請跟我一起放心交給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肌膚 彈性水嫩 輕鬆扶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國父路 全校精華 精華霜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暫時期目 關於第六四 18世紀的2期 全試圜 防止股 操作 股票 還有 全體 垂 雅 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